我叫勤勤,今年四歲 勤勤和一般的小孩一樣活潑浩動 不過在兩歲半的時候 媽媽就發覺她很少說話 還經常不理人 走路時即使是平路都經常跌倒 媽媽最初還以為只是勤勤不小心 當兒子兩歲半還未會說話 然後我們就去健康院 告訴健康院的姑娘 跟我們去做評估 才說她每件事都比其他小孩遲 而老師都發現了這個問題 然後就一起轉嫁去智力測試中心 兒子的學校剛巧跟協康會有聯繫 所以就帶兒子來這裡訓練 然後才知道原來她的前庭壓 其實是比其他小孩弱 因此才知道她怎樣經常跌倒 協康會幫勤勤做了評估之後 發現她有感覺信息處理困難 很多人都會以為 有這個感覺信息處理困難 就等於有自閉症和過度匯約症 其實是一個誤會來的 感覺信息處理困難 其實可以單獨出現在小孩身上 我們的日常生活 其實會透過身體的接收器 去接收不同的感覺刺激 包括前庭覺、視覺、聽覺、味覺、臭覺、觸覺 和本體覺 過程就像郵差送信一樣 身體上的感覺感應器 會先接收不同的感覺刺激 再將這些感覺刺激 轉換為感覺信息 之後輸送給大腦 當大腦知道這封信是寄給誰之後 就會發出指令 再交分給郵差 最後再輸送給肌肉、內臟和內分泌作出反應 不過每個人接收感覺信息的方法 和過程都是不同的 所以每個人的反應都會不一樣 他對於觸覺的刺激 反應是比較過敏的 因為他比較怕黏黏的東西 可能因為擦潤膚膏也會怕 這個就比較觸覺過敏 他對於前庭平衡角和本體角 都有一個尋求的反應 即是他平時都很喜歡衝來衝去 蹭傷又不太刺激 所以他都要拿很多這些刺激 所以本體角和前庭平衡角 都有一點偏差 有見及此 孫姑娘就幫勤勤設計了一套 針對性的遊戲訓練 去改善問題 例如這個超人運生子的遊戲 透過用網制成的抽籤 幫勤勤得到足夠的前庭平衡角刺激 有助促進身體平衡、撅調 以及提升身體整體力量的作用 剛才有一個小狗的小狗 其實有一個重量 有重量的東西 給他壓力其實都是一個本體角的刺激 另一個遊戲 空中飛人 勤勤就會扮成泰山過河 在河中尋找英文字母 再用條繩拉自己上去 爬上平台 爬上平台 再從平台的高處爬下來 這樣就可以刺激到勤勤的前庭平衡角 觸角和本體角 而一連串的步驟 亦都可以提升他對動作計劃的能力 感覺信息處理困難 即是一般人所說的感覺統合失調 是兒童常見的先天性學習障礙 有本港臨床心理學 亦進行過統計 發言幼稚園和小學的教師 認為感覺信息處理困難是最難分辨 感覺信息處理困難在DSM5 沒有列入為其中一個症狀或疾病 所以一般人都會比較疑惑 究竟這件事究竟是什麼 以及未必會察覺得到 目前為止 仍未有足夠的證據 去支持感覺信息處理困難的成因 不過他會受個人、活動和環境影響 另外如果小朋友天生有疾病 例如自閉症、過度活躍、早產 或者在母體中受感染 幻想的機會亦都會比較高 每次訓練勤勤媽媽都會盡量抽時間 陪兒子一起去中心 而且還會旁聽抄筆記 家居訓練很有效地鞏固勤勤在中心 和孫姑娘教她那些 因為她回到家會再複雜多次 平時就算沒有來中心上課 她都可以繼續訓練她的大小肌肉 平衡力等都可以 在中心訓練加上家居練習 短短一年 勤勤的情況已經改善了不少 而勤勤勤於接受挑戰 就令媽媽非常感動 小姑娘和你玩遊戲好嗎 好玩 可以爬來爬去 感痛這件事 感覺這件事其實不是一個病 不是說好像大家一看都說 要修修埋埋 不讓她去學習 又不緊張她 其實你越早被她接受訓練 或者發現到她 其實對於她們是好的 當小朋友得到一個小小的進步的時候 可能對於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所以家長都要正面地稱讚她 多些抱抱小朋友 令她更有信心去接受挑戰 希望將來她在一個學習上的能力都有所提升 看完今集內容 又或者還有其他健康問題 立刻按入內文連結 又或者登入健康平台網站留言板內 寫下你的問題 健康平台醫生信箱 將會在每個星期日找來各路名醫 解答大家問題 新地假期啊 實貴啦 完全免費